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 要回答清楚 还得从这个城市的最初规划讲起 习近平总书记说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一定要坚持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 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 七年前 刚成立的雄安新区 邀请全球顶尖规划团队 来为新区规划纲要的制定 提供国际咨询 这张照片呢 就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由279家国内外设计机构 组成的183个团队 参与了国际咨询会 12家顶级设计团队 参与了启动区 城市设计方案征集 在咨询会上 各国专家都问 中国想要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城市 我们说 雄安将是一座 以人为中心的城市 生产 生活 生态 三大空间 相互统筹 寄托着人类 城市 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 共同梦想 这就是中国 对未来之城的设想 设计师们正是 本着这一指针 开始了设计 他们说 这个城市的主角 必须是人 必须对人 友好 舒适 一定要在城市当中 营造一种 独一无二的人文环节 现如今 再回过头翻阅这些资料 我的内心都无比激动 想着当初那些 设计梦想和理念 在如今的雄庵 都有了呼应 正在一点一点实现 它是一座智慧之城 我们现在在雄庵看到的 每一座新建筑 在网络端 都有与之相对应的 数字化模型 也就是一座物理城市 在地面上出现的同时 一座数字城市 也在云端与之同声共掌 机器人啊 将参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建筑 农场 餐饮等场景当中 他们的身影将越来越多 这里奔跑的是智慧的车 无人驾驶 智能网连巴士 走的是聪明的路 30秒就可以监测路面 异常交通事件 它是一座绿色之城 蓝绿空间占比 稳定在70% 城市里有公园林带 城郊有森林 建筑是绿色的 灵炭建筑 能够实现能源自给自足 会发电的雄庵站呢 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500吨 出行是绿色的 绿色交通出行比例 达到90% 产业呢 也是绿色的 这里重点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 现代生命科学 等高端绿色低碳产业集群 它是一座文化之城 城市建筑风格特色 借鉴了国内外多个城市的优秀案例 古今交融 做到了与自然环境完美结合 晨曦中的雕塑 黄昏时的音乐会 深夜热闹的剧院 艺术与生活在这里融为一体 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在建的雄安体育中心 游泳打球 18万平方米的它 能够满足我们对运动 和观看比赛的各种需求 它呢 还是一座包容之城 每一位生活在这里的人 都能感受到自己是这里的主人 本地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现代化的社区 以及先进的教育 养老 医疗等设施 让他们的幸福感啊 上了一个台阶 像我这样的外来建设者 也能自由在这里 追逐自己的梦想 从事热爱的工作 汲取最新的知识 和来自全世界的人们 交流合作 未来之城 还一定是一座成长之城 雄安始终密切关注 世界城市建设领域的最新发展 我们走访世界各地的城市 不断汲取各国 在城市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 对于那些理念还没有思考清楚 科技也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会不断探讨 宁愿等一等 也绝不仓促开工 人类对于现代城市的思考和探索 还远没有止步 我们中国的国画呢 讲究留白 那么在雄安的规划里 也特意留下了不少空白 等待着在未来 去做出更美的画 雄安的未来 是什么样子的 它将是与我们一起进步 一起成长的 是千年大忌 雄安 诚挚的邀请 来自世界各方的力量 参与建设 当然也包括 在座的各位专家 和各位朋友 欢迎你们 来为雄安提建议 出方案 让我们一起 凝聚全人类的智慧 共同来描绘这座 未来之城 谢谢大家